在今天凌晨欧冠上演了一场超级大逆转 曼联在手回合主场0比2落后的情况下上演了翻盘的好戏 他们依靠着卢卡库的没开二度和拉什福德的捕射 点射3比1击败了大巴黎 从而也总分3比3客场进球多的优势 挺进到了欧冠八强的同时上演了神奇的翻盘 都说无逆转不红魔 这是福格森时期经常说到的一句话 现在用到索尔斯克亚的身上也很恰当 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曼联大逆转之后大巴黎上下是最为郁闷的 如果说前几年遭遇巴萨主场大逆转 是对手实力强早进球和主场优势的话 这次遭到曼联逆转则是绝对的耻辱 对手多人伤缺不能参赛 而且还是客场作战 却上演了翻盘好戏 不得不令人感慨大巴黎 在欧冠中确实没有运气 比赛结束之后 也是引起了国内足球足球专家的热议 不逢连续两年 在欧冠赛场遭遇不失 点球绝杀出局 打进绝杀点球的 拉什福德比布逢小了整整二十岁 董璐 西之善战者 先为不可胜 以待敌之可胜 不可胜在即 可胜在敌 孙子斌法的这一段落 是曼联大逆转 巴黎这场不可思议 比赛最好的全是 黄建祥 大巴黎 欧冠赛场 最佳翻盘戏配角 花样被翻 没有最衰 只有更衰 路阳 割过去 谁敢在这个时候 把这么一个模棱两可的球 吹给客队 小黑屋裁判无所谓 反正场内球迷 怎么喊他们也听不见 球踢给主裁 就不由的 他不往眼里吹了 最搞的是 当时除了达洛特 曼联根本没人投诉 自己都准备 脚球撞撞大运 小索估计都在 YY能不能重现一下 九十九诺坎普了 现尔炳 忽然从天而降詹俊 古有薛人贵 三剑定天山 金线曼联 三球阵八里 奇迹真的出现了 欧冠史上 第一支主场两球落败 客场逆转晋级的 正是红魔 大巴黎作茧自负 可能和国内赛场竞争 激烈度不够有关 三年内两次 成为惨案主角 心态 调整换人到最后的战术 都出问题 所胜从球员到教练 注定是传奇缔造者 服服服 弓箭 运气也好 魔性也罢 只剩半支队伍的曼联客场 上演今天大逆转 三比一掀翻巴黎 晋级八强巴黎 是活活把自己玩死了 顺带替黄马 分担口水 这是一种 多么伟大的精神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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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